研究机构IC Insights预期 在5G与人工智慧等应用激增驱动下 2020年至2025年 全球半导体产值年复合成长率将达10.7% 2023年产值将突破600亿美元关卡 法国央行总裁 同时也是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的代价又警告 中共开发数位人民币进展快速 欧元要维护国际角色将面临关键风险 日本金融清钱长官袁腾俊英也表示 中国在发行数位货币的进展 将对发达经济体产生巨大影响 美国太空公司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周二说 全球无死角高速网络服务新链已开始启用 它估计一年内用户可达到50万人 在亚马逊、日本乐天等电商企业竞争下 日本经济新闻报导 日本7-11将开启从店面 直接为消费者配送商品到家的服务 将会在最短2小时送达 未来也力争30分钟内送达 报导说计划在2021年以后 将这项服务扩大到至少1000家门市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